NBA长规赛 球队最为重要的引用安东尼在进攻端也是经常隐身而防守端更是成为路动一般而作为阿里扎提升的安尼斯在风险上的作用也难以和阿里扎相比综合火箭队目前的所有问题这已经不单单是阵容谋合度不够所能去解释的火箭队管理层也是早早认识到这些问题而下定决心去重新演员根据著名记者 我今日报道火箭未得到巴特勒想向森林郎提供全新的报价 周围是对等的 而对于安东尼来说 一旦巴特勒可以入驻火箭队 那么安东尼将会毫无疑问的沦为屁股球员 而火箭队老板之前承诺的道亚出手权也烟消云散 再加上安东尼已经再次证明了其状态确实是不复当年 火箭队豁出未来的报价可以几乎就是在打脸安东尼 对于森林郎来说 老板格伦泰勒对火箭提出的长期资产 四个未来首轮选秀全共感兴趣 并且根据消息源透露 森林郎老板在得到满意的报价情况下 十分愿意送出年薪达到一千就带万美人的巴特勒